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你啊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那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主题 这个题目就是 如果你想从神得到最好的 记得在过去两次节目时间 我已经跟你指出过 如果这两个字所带来的就是 要我们自己做一个抉择 你是否想得到最好的呢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下的一个决定了 另外我也指出 在神那一方面来说 祂是完全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 而祂已经为我们做好了丰富的预备 因此 神的旨意和神的预备 是两个已经成就了的事实 是无可置疑的了 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 我们对神所预备的 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也可以说 有个什么回应了 在思想这个题目 还有几次的时间呢 我想要跟你主要的分享呢 我们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 所必须有的几种特别的一个反应 我所提供的思想 将会是基于三件事情 第一是圣经 第二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就包括了过去几十年来 我的生活和侍奉当中的亲身的经历 第三就是我对别人的一些观察了 过去我有机会跟许多的基督徒接触过 其中有些人的生命呢 是结果实一百倍的 那就是百倍的果实 而有些是结实六十倍或者三十倍的 我特别观察到那些结实一百倍的人 思想到在他们的生活性格与神和人的关系当中 有哪些因素是令了他们可以结实百倍的呢 那今天跟着的还有几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 我都会分别的跟你分享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都是神教导我的 那头一个原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当我说出来的时候 我想你会觉得很诧异的 因为你可能啊 还没有把握到主题的中心意思 我们的主题是 如果你想从神得最好的 那么以下就是你应该要做的 第一 这个原则就是 如果你想从神得着最好的 你就要下定一个决心 真的想要得到神最好的福气的供应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如果你想得到最好的 头一件你必须要做的事 就是你心目当中必须确实的想从神那得到最好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关键的决定了 除了神所预备最好的以外 什么我都不要了 那我再说一遍 你必须要确实的想从神那得到最好的 而且只决定要神那最好的 少一点你都感觉到不行的 一定要最好的 那你要记住了 神不会勉强我们做这样的决定的 这完全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选择 现在我要用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孪生兄弟的事件呢 来跟你说明这个原则 我会从他们的故事里头特别指出这个重要的原则 那事实上啊 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特别的指着雅各和以色奥所说的话的 有些可能会令我们的感觉到震惊啊 那比方说 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裔这么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啦 以扫是雅各的孪生兄弟当中的哥哥 可是耶和华说 我却爱雅各勿以扫 那我们留意神的这两句话啊 他们是双胞胎 也可以说就是孪生兄弟吧 但是神却说 我却爱雅各勿以扫 原来神对这两兄弟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他爱一个却恨另外一个 同样的话也出自使徒保罗的口中 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到十三节 也是讲到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双胞胎兄弟的 保罗这样说 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家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那这就说明了 他们呢 不单是同属一个母亲 也是同属一个父亲的 那圣经经文接着说 然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赵人的主 神就对利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大的说的就是以扫 小的呢 就是雅各 因此早在两个人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呢 虽然他们是双胞胎 但已经啊 蒙神的拣选决定了 雅各 而不是以扫 那跟着保罗就引用了马拉基书的经文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 他说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这些经文很自然的引起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第一 神看雅各有什么可悦纳的呢 也就是说有什么好处呢 第二 神看以扫有什么不蒙悦纳的 因为他爱雅各 但却恨恶以扫 那关于这两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所记载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吧 我们先看看以扫 以扫是一个不错的人啊 他身体很强壮又厚重 是一个打猎的猎人 又深得他父亲的宠爱 他心肠比较耿直吧 对别人来说 有没有什么坏心眼 但是他却不是他的双胞胎弟弟雅各的对手啊 每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啊 雅各总是胜过他的 那么雅各又怎么样呢 雅各是一个功于心计 有断绝力 精明机灵的人 他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的 他只用一碗红豆汤 就得到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啊 当以扫又饥又渴的时候啊 他就给他一碗红豆汤 然后就说服了他 把那无价之宝的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他 这真是前所未见的大贱卖啊 他又欺骗了他的父亲 夺得了长子的祝福 后来又从他舅舅 同时又是他岳父拉班的手中 得到了大笔的财富 因此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 雅各都不是好的 即使是以我们今天这个属世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吧 大多数人都会拣选以扫的 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会问了 神为什么会选中雅各呢 我只能够给你一个很基本的理由 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关键 就是雅各欣赏神所赐予的 但是以扫并不欣赏 那我再说一遍 神爱雅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雅各欣赏神所赏赐的 但是以扫并不欣赏 他表现得默不关心 毫不在乎 在西伯来书的十二章那里 讲到神对那些冷漠的人的看法 也许跟大多数基督徒的看法并不一样了 在西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论到以扫的行为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 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 如乙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 想要承受福所租的福 警备弃绝 虽然好苦且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的父亲违心转意 这是你们知道的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圣经对以扫的描述了 圣经 把他形容成为一个贪恋世俗的人 他所行所做的 被神看作是与淫乱的罪一样的 因为他只因为一碗红豆汤 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物质 就卖掉了可以承受产业的长子的名分呢 就正如圣经所说的 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凡是对神的事表示冷漠的人 在神看来 就是一个无神的人 是神所憎恶的 那么反过来看呢 雅各对神的祝福的态度呢 就是大不相同了 我特别想提到的就是 当他要回到家乡的前一夜 他遇见了神的使者 而他跟那个人呢 一个晚上的摔跤啊 直到天亮 这是一件关键性的事迹啊 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2章 24节到28节 好 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 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 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较励 都得了圣 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 与神较励 雅各名副其实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是个摔跤者 然而 他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要从神得到最好的 他对那个人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我相信 这就是神喜悦雅各的 主要的原因了 这里我们看见 神并没有抹杀雅各的 性格上的一些瑕疵缺点呢 但因为雅各并不求别的 只求神所赐那最好的 所以神就怨了他 并且把他塑造成一个 和神心意的人 然而 雅各必须有先决的一个学定 那就是 除了神 那最好的以外 别无他求了 你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吗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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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